而且非常的清楚 这边高解析度的影片 然后还有我在南亚之工系 也有上课的辅导的相关连结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为里面的话 通通都是在考所谓的回圈 考你会不会do while回圈 while回圈跟for回圈 就这三个 那如果你会的话 你就可以参加考试 拿了一个证照 也不错啦 也是一个努力目标 因为其实有人问我说 老师干嘛要考证照 那如果对那个高中高职生来说 很有帮助 因为他生学可以加分 那你们的话 在工作上或许会用到 那将来未来可能那个 我看到一个新闻是 将来公职 那个什么 考试院在规划 就是以后考公职 你要先有个证照 才能报考 他也许会有这样的资格限制 那如果说你想要报考 相关的工作的话 那你可以取得像 类似像这样的证照 那考试的项目等等的 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边 那甚至我这边有完整的 影音连结 教学 OK 那这个部分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再来的话 这个是 我们的第20题 自动产生这个 那再来等一下 我们要继续来看下一题 这一题就完成了 所以各位请利用那个 刚刚讲的for回圈 跟by回圈 那另外呢 也稍微改一下 把这个地方改成 do by回圈 那我把它run一下 基本上run出来的结果应该是都一样 我试试看好了 这个地方先 我先把这个 资料先删掉一下 OK 那我刚刚只有改了什么呢 do 有没有 把fire前面加一个do 把when改一个loop 那我来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完 OK 它跳回去 完全一模一样 不需要更改 OK 那等一下的话呢 这一题如果完成的话 那请各位等一下也顺便看一下 我们顺便再讲一题 这个部分的话 各位请看那个在181页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案例3 通讯录的邮区 也有类似的 类似的这个 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181页 那除了这个之外 如果我今天假设好了 你们可以顺便改一下 因为呢 组合结果 除了说像这样之外 如果假设说 你除了你的那个客户 或者你老板 他觉得说 你这样看不清楚 我希望最后的结果会出现57秒 07分 050的话 那当然你程式呢 要怎么修改 也稍微把它修改一下 试试看 把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